没想到世界各国吹的牛却被中国抢了风头 作为一个丰富多彩的国家 一直都是平实力白手起家 因此在前沿技术领域一直有一个惯例 那就是老美负责吹牛 中国负责实现 美国网友直呼万万没想到 废话不多 今天本描就给大家盘点盘点 曾经世界各国吹的牛却被我国科学家一一实现 第六个老美吹的牛 导弹 老美称自己研制的AM120空对空导弹 十分的牛逼 什么采用了新式双脉冲发动机 什么射程可以达到160公里 简直将这款导弹的性能说得神乎其神 后来不管是2019年的印8空战 还是叙利亚边界的一系列空战 AM120在实战中都十分优秀 一举拿下了战争的胜利 全世界都见识到了这个武器的厉害 其在各种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 老美更是不断炫耀 吹嘘这玩意儿能在飞行时随意控制速度 还能根据目标的实施方位变轨追踪 这样一来导弹的威力大大提升 能轻松突破敌方防御 这种好东西老美当然是不会分享 关系们自己搞研究 技术那是一点都没透露 这边压力就给到中国了 如果我们不能研制出能够对抗它的武器 即便是我们拥有殲-20 也不一定能给老美的F35战机带来一定压力 那么我们在未来战场上绝对是处于下风 于是中国科学家开始埋头苦干 八年之后也就是2016年 中国的霹雳15空空导弹正式亮相 其最大射程已经达到了200公里 霹雳15采用的双脉冲发动机技术 先进的能量管理构架 使其能够多次点火飞行 间歇滑行 极大的提高了中远距离导弹末端速度 在针对远距离目标的情况下 霹雳15也可以采用高抛弹道的相关技术 极大程度上提高了这款导弹的射程 就连美国人都震惊了 没想到随口吹的牛 竟然真的被中国科学家实现了 比老美的IM-120更牛的是 霹雳15还增加了主动雷达引头探测距离 还增加了抗干扰数据链 这让老美的空军司令霍克卡拉尔直言 中国霹雳15几乎让我们所有导弹都过时了 其实IM-120的性能远没有吹嘘的那么厉害 但是你没想到吧 即霹雳15导弹以后 我们又一款空中杀手曝光 它就是霹雳17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五个老美吹的牛还是导弹 2005年老美曾口出狂言 称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能一小时打击全球 此话一出全世界都紧张起来了 如今17年过去了 他们的秘密武器研究的怎么样了 这个所谓的一小时打击全球计划 其重点就是发展自己的高超音速导弹 但实际上就是 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 比美国先服一好几年 还比美国先进 你说气不气 经过中国科学家没日没夜的研究 东风时期终于亮相 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5000公里 航速达到了百倍 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东风时期的可怕 就在于让老美这几十年 引以为傲的萨德反导系统 成为了摆设无力防御 这是一款连号称世界第一的老美 到现在都没有掌握的武器 并且这份东风快递 老美的航母根本无力拒收 东风时期采用前学森弹道 加上高超音速强强联合 加上双脉冲固体发动机 还有我国的卫星导航识别 可以说是指哪打哪 仅需25分钟就可以到老美家里 并且做到全境范围内的精准打击 当年前学森提出 在这个弹道理论时 一度引起许多国外科学家的嘲笑 认为这简直是吃人说梦 如今东风时期成功问世 西方国家只能啪啪打脸 毕竟我们中国都是说到做到 吹牛我们是不会的 第四个被我国实现的技术 人造太阳 这可是人类能源的终极梦想 要知道 这可是西方国家首先提出的设想 还曾感叹 这项技术绝非一般人类能够做到的 没想到被中国人一声不吭地搞出来了 还办得非常漂亮 这可把西方那伙人记坏了 毕竟这玩意儿一旦研制成功 人类就有望解决石油危机 实现能源自由 这个研究从最开始问世 一直以来都是由美苏等国联合研究 而我国没有丝毫经验 但是解决能源危机这等好事 我们怎么能错过 哪怕是捡俄罗斯淘汰的设备 我们也决定研究 毕竟中国人向来擅长创造奇迹 很多进行研究的国家 因为托卡马克装置不能长时间运转 而选择放弃研究的时候 法国、日本、韩国与中国 研制出了超导体托卡马克装置 而中国更是一马当先 制造出了人造太阳装置 取名为中国环流器2号M装置 并首次实现了核聚边放电 完成了这奇迹般的研究 世界各国都惊掉下巴 他们怎么都想不到 一个西方国家都瞧不上的发展中国家 竟然率先完成了这项技术 就目前为止 我国的这一技术的温度达到2亿多度 要知道 这直接达到了太阳本身的4倍左右 如今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 等离子体电流突破100万安倍 创造了我国可控核聚变实验装置 运行新纪录 也就是说 实现可控核聚变不再是梦 西方那伙人啊 估计只能急得拍大腿了 不是我吹牛 如今我国在这个领域 绝对是全球范围内最厉害的存在 第三个 登月 这会儿爱面子的老美又跳出来了 得意洋洋的说 人造太阳算什么 第一个登上月球的 可是我们美国人 还说在十年内要再次登月 说的没错 人类成功登月六次 都是美国创造的 但可别忘了啊 在1972年第六次登月结束以后 美国的登月计划就一波三转 一再搁置 不是发动机故障 就是燃料泄露这些技术问题 而2019年宣布的 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 至今尚未成功实施 尤其是在董王特朗普上台后 好巧不巧的又遇上疫情 这可把专心搞钱的董王气炸了 哪儿还管你什么登月 对董王来说 这妥妥的花大钱办小事 花不来啊 先搁一边吧 而中国向来都是小心说话 大胆做事 于是苦心钻研了十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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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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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见